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接下来从旺旺忠实民调最新的这一份调查结果呢 来比较一下双英在北中南整个台湾各个地区的支持度 先来看一下那么在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当然我们也知道是蓝军大票仓 那么台北市我们先看 马英九33.3% 领先了蔡英文有近10个百分点 新北市也是一样马英九领先 不过呢再来看陶竹苗这个地方客家票多 他的支持度呢马英九更是遥遥领先了蔡英文 大概47%对上49% 不过呢中张头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怎么好像有点五五波的态势 因为只有27.5%的马英九对上的是26.9%的蔡英文 好云嘉南地区我们看到呢 当然还是以绿军大票仓来讲蔡英文 他是领先了马英九大概有15%左右 不过呢好玩的是高平地区我们来比较一下 怎么都是34.2%呢差距这么小几乎等于是相同的 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光琴 光琴我们如果要从这个表来看的话 陶竹苗当然不会让人意外 中张头先来说一说 是不是表示说其实呢 现在真正的决战关键会是在这一块 还有这个高平怎么会差距这么小呢 其实我一向不认为说决战在中部 那以过往来讲我们讲说2004年 其实决战是也算是接近中部啦云林啦 那我觉得这一次跟过往真正决战的胜负 其实是在南部票仓 国民党有没有输很多 那北部票仓它比较量比较小 所以我换句话说是马总统他能够维持 在南部的这个所谓的票仓 他没有所谓的崩盘的这样的效应 已经很不简单了 但是我们很显然看到那个看板上的云嘉南 这个地方蔡英文他领先的幅度是14% 但是我们举说他最输的在客家的这个阵营里面 他相差的相对来大 但是我们只是看到比例 我们还要乘以票数嘛 要用票数来换算 但是他在这个北台湾北俄都的话 相差只有个位数9% 这我们同样要换算选票 所以我的意思说 现在一个是宏伟讲的时间还早 那我觉得看的是不准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以这个数据看比例跟看这个票数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一个人的反应 就是看马总统自己的反应 你看他重点经营 因为他的所有的团队都就战斗位置了 那他就针对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南部的票仓 所以他大放力多 第二个部分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手头竹 所以你看马总统那个马脚在哪边跑得比较快 比较焦急的话 你就可以显然知道这一项很深信民调不移的马总统 他也常在看他可能要加强的部位在哪里 那可是我要讲说今年 今年的我们看这个选事 我们常我那天讲了一个 其实我是沿用黄冲夏他的一个观点 他讲到一个观点是手不投足 其实我们看到蓝绿相比就是马跟蔡的比较 就是马总统的危机在这边 他可能要应付的是挺蓝 就是蓝英过去的支持者 但是他这次不停马 就刚刚杨老师有提到一个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扭转 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是他优势 除了手头竹之外年轻选票之外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可能过去是不是挺绿的 不是绿的这些支持者 但是因为赌篮票他可能对施政不满意 那我觉得这个以中间 或者政党倾向比较薄弱的这些人居多 他可能因为他会对蔡英文不是对绿 不是对绿下赌注 而是对蔡英文他这个形象的一个人下一个赌注 当然有人讲说因为他迷样嘛 你看不透他 如果蔡英文继续在操作说 我是一个迷样你们都看不懂的 我老是在放这个留生机一直在转的 我觉得对他也不利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他对于这个蔡英文的 既定的那个理性啊忠道啊 或是倾心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形象 他没有恶感他反而有一点点好感 或者说就算是迷蒙嘛 他可能下赌注的这个可能性会高 那我最后要讲到说马总统他就职三年 就是我们不要管他过去的那个施政承诺 口号633之类我们都不要去细旧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他端出来的菜 我们只看到菜色比较雷同 他端出来都是两岸的大菜 包括这次我们讲说那个洛桑的那个所谓的 对竞争力的那个调查 他们也承认说EGFA之后 或者说两岸像路克莱台或包机场 这些东西都给马很久很大的一个磐石的一个力量 但是我们觉得菜色都是一道菜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你就算是这边带来利多也无妨 可是钱跑到哪里去还是我们之前讲的 如果钱都跑到有钱人的口袋里 而你推出的政策对有钱人非常宽 那对那些薪水本来就是一咪咪的 就是穷忙足 然后他加薪无望 然后物价上涨等等 都被这个所谓的708扣东西给扣掉的 所以我回应刚刚想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 你听了他一起换就觉得 那个旗帜插出来有点早了 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民众的感受上来讲的话 那有很多人他们回应的声音 可能跟马总统他最近常强调的 什么争议什么争议什么争议 世代争议环境又争议 什么这些口号式的东西 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可能会变成一个 当你砍口号的时候 另外一些人会觉得很可惜 或者说有点荒谬 姚老师刚刚有讲 他说其实呢 这马英九总统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其实从民调来看 这其中是有警讯的 一定要好好的去深思解读 那姚老师我就请教您 如果就地区上的比较来看 这个中张头 现在这个差距这么样的小 那这算不算是一个警讯 我记得这昨天 这沈富雄沈大佬来节目的时候 他还说我敢大胆的预言 这个蓝军到时候呢 这个竞选总部就是设在台中 你们大家等着看 我不知道您怎么来解读这个表 我就把还是一样把这个 那个陶竹苗跟迦南比较极端 因为陶竹苗马上就赢了一半 迦南也输了将近一半 也就是一个比较绿一个比较蓝的 我就不太去谈它 我们谈另外三个地区 你就知道比较 北是台北 3323 这就表示台北是偏蓝的 中国城 中部 2727的 27.526.9 我就拿2727来讲 中部打平盘 高雄3434 上一次台中的市长选举 市长选举平盘 现在的调查是平盘 可是我说一下 你知道上次高雄选举 国民党拿了多少票 高雄市长首档选举 跟高雄议员的选举 你知道国民党拿了多少票 现在高雄的总统民调是平盘 3434 可是你就可以想象到 实际上高雄在趋势上 倾向国民党的没有那么稳定 它是因为人的因素 人因素要调整回来 可是人因素在上一次选举 我们再做个比较 上一次黄俊英输给存局 一千票一千一百票 平盘 不像谁是输了一倍将近 我们如果把杨秋新的票 做个分割的话 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一倍将近输了一倍 他现在打 可是上一次的总统选举 马英九赢了将近十万票 八万的 你最下感 可是呢 市长选举打平盘 马英九因为人的因素给赢八百 好 那现在马英九打平盘 他现在市长选举掉了几乎百分之十五 那换句话说这个是最好状况 我们用这个数字来对比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用市长选举跟总统选举 因为市长选举人可能比较弱 马英九有个人魅力 所以永远比市长选举要好 结果 可是 那可是总统选举当时是 不管什么民调 多少领先八个procent 十个procent 现在已经到平盘 中部也是平盘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这一个问题 也就是他在即便 他在原来就领先的地区 就回到了基本面 回到了基本面 那对他来讲 当然再次的印证 他刚才总体民调 因为我们要用总体民调 这个数字我们再看一遍 总体三十五二七 可是中部是二七二七 总体是三十五二七 那换句话说 对总体来讲 中部地区 他还是属于他的危机区 所以无论如何 马英九在中南部地区 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部分他一定要思考 如何挽回民心了